高雄区农业改良厂所设置的农业陈列馆 就位于厂区内的农民学院里 走进陈列馆明亮宽敞的空间 除了有厂区历史之外 还有各种水稻 蔬果 花卉的品种介绍 所有的这一些 所有的特征 几乎都是蓝色体在DNA在控制 所以我们会应用这些DNA的一些特性 做一些生物技术的这些研究 高雄农改厂厂长林景和亲自说明 这可以双骨螺旋图示的旧式DNA结构 透过具体模型展示及文字介绍 能让参观民众浅显易懂 农业陈列馆共分为农业 果树 蔬菜 花卉 一级产业提升至加工产业 农产加工与利用等专区 定时更换自行资讯 透过生动的图文解说 可以深入了解台湾农业的现况 对于品种的这种研化 然后一些生产技术的这种规范 我们在做植物生产的时候 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 并从来的防治 还有土壤毁料的这些试用 以及这种农技的应用 就是把这一些改良课的东西 还有这个环境课的这些技术 向我们农民做一个推广 农业的这个陈列馆 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一个改良厂 高雄改良厂的这些远近的一些历史的过程 走访农业陈列馆可深入了解农业知识 丰富内容已经吸引全省农会 各地产销班 学校机关团体 甚至是外国来宾到这里参观 不过除了农民及学校团体之外 农改厂更希望一般大众 也可以多多来这里 见证农业发展过程 那我们这边是很欢迎这个团体来在参观 那我们有解说 让这个大家知道说改良厂 它目前做的哪些东西 那哪些东西可以协作农民 来改善它的生产 为让参观人员可以深入了解 农改厂还安排专业人员随行导演介绍 不过参观农业陈列馆可得事先预约 因此想要来这里 进行农业知识之旅的民众 可别忘了来之前先拨打087389026电话预约 评论新闻蔡立华为德卫采访报道